本想叫歌,结果是同岁,陆寒没啥,看到华晨宇没骗我,娱乐圈中的明星话题一直都很多,在平时没事的时候,跟朋友聊天可能也会提到他们的事情,有很多人其实都是同龄,但是经历不一样,看起来有一位会显得比较成熟,那么,本想叫歌,结果是同岁,王俊凯没啥,看到岳云鹏没骗我,白宇的演技也是很好的,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优秀的作品, 不过平时的他很喜欢留胡子,可能是感觉这样更有魅力吧,其实他和陆寒是同岁的,而陆寒看上去依旧还是很年轻的样子,和他一对比这更明显了,接着看到的就是徐凯和于书欣,大家都知道徐凯的样子看上去是皮帅的那种,而且给人一种成熟的感觉,而于书欣的样子就是非常调皮可爱的,嘟起嘴巴像是一位小妹妹一样,所以看起来徐凯更像是哥哥,不过两个人, 都是1995年出生的,最后来看的是华晨宇和陈学栋,对于他们两个人大家也是很熟悉,花花的颜值是非常高的,而且实力是超级强的,他也是很有少年感的,就像是一个未成年一样,没想到他却已经快30岁了,简直不要太让人意外了,不少网友表示没骗我。